第37題 水泡爐中的水在加熱噴出後 能夠接觸食材 同時將熱傳播給食材 迅速將食材加熱 推測熱傳播的主要方式為 題目上已經告訴我們了 是我們把我們的水蒸氣噴射出來 接觸到食材碰到了 所以呢 它這個主要的傳熱方式 應該就是傳導 所以第37題問我們說 推測熱傳播的主要方式為 我們答案選的是A 傳導